一家四口是许多日常动画对出现设定 小孩和父母之间的互动 通常整部动画卖点 这种动画不容易出现太过夸张的剧情 我们也整理由日常来看到他们表面的形象 我们这一家 看似和谐的家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那么这则都是传说不是我创作的 也不是我自己遇到的 就让我们来看完这个故事吧 大家都知道川岛喜欢柚子 但其实川岛好闺蜜 山下也喜欢柚子 山下每次都在帮助川岛和柚子的恋情 却总被川岛自己搞砸掉 据说之后的剧情是 山下的毕业典礼谈成自己也喜欢柚子 于是川岛从此不再跟山下联络 就也交了 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而争吵 却不知道其实柚子喜欢的 是怪怪的十天 据说十天最后嫁给了柚子 橘子喜欢眼目 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 但其实最后他们没有在一起 总喜欢欺负橘子的吉刚 最后成为了橘子的丈夫 据说吉刚跟橘子读同一所大学 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后来吉刚开口坦白 高中一直喜欢橘子这件事 橘子也就答应了 橘子的闺蜜张玉醉小青 其实是个同性恋 小青一直喜欢春山同学 春山同学最后是跟水岛太太儿子在一起 小青知道春山同时有男朋友后非常难过 所以整天抽烟 以前都抽假的烟 橘子滴上烟灰缸 但是现在 橘子跟小青没有什么联络 小青就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有一集花爸跟同事去一家烧烤店吃烧烤 喝酒 聊是非 那家烧烤店 有一位很年轻的女老板 她们不断聊很露果话题 有人说其实有时候花爸不在家 很晚回来 原因就是花爸跟那个女老板有一腿 花爸常常去那家烧烤店光顾 最后延伸出不论恋 在家很少讲话 原来是因为作者为了凸显花爸和花妈感情的冷淡 夫妻之间几乎对话不到实距 傻妾花妈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她是一个傻傻 可悲 不知道自己老公外遇的好妈妈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在2012年的3月11日 我们这一家宣布连载终止 不过作者说 还有一百多集没有发行 有可能在剩下几年出版 于是 18到21集 在2012年到2015年补完 直到2019年的12月 才有连载再开的消息 我们这一家属于日常的动画 这种动画通常不会有真正的结局 结局大多都是 这样的日常会持续下去之类的 所以这些传说 都是某些有心人士的猜测 这次的传说 出处其实并没有那么可靠 除了花爸 没有看到什么分析的部分 只是因为说着他所认为的状况 所以造假可能性真的非常高 但是换个方向去想 这些剧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只是从动画中 是还找不到足以作证的证据 于是 我们还只能看着同样的日常 继续地过下去 影片已经结束咯 爱德每周都会分享各种都市传说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不妨按下喜欢并分享出去 不想做个任何影片 那订阅爱德 并开启小铃铛吧 我是爱德AD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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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